深夜裡馬路上一片烏漆麻黑 一名男子用腳奮力滑著機車找車位 接著迅速拿出一紙塑膠袋 在做什麼呢 被害人到附近搜尋 結果在路口的轉角處 發現他失切的車輛 我拿我拿我再拿 車廂內的財務全被一掃而空 接著他一流煙就消失在鏡頭前 原來這個留著落塞虎的男子 是個小偷 花了半個月的時間 警方終於抓到這個小偷 全靠他臉上的落塞虎 這特徵實在太明顯 原警超商巡邏到一半 好巧不巧撞見小偷上門消費 警方看到他的落塞虎 一眼就認出來當場逮捕 超商發現有一名男子特徵香虎 經盤查男子當場否認 但是我們同仁立即提示 當日切案現場的監視器方面 與他的特徵香虎 這名落塞虎嫌犯 刑切當天是在一家網咖 看到網咖有名顧客趴在桌上睡著了 嫌犯先是偷拿他的機車鑰匙 再偷置物箱裡的現金一萬多元 還有存折和證件 牽走他機車之前有看一下監視器 當壁有監視器 所以說就把機車移到路口的轉角 他認為說該處可能監視器照不到了 結果在對面的大樓的監視器 還是照到他的影像 一時貪念刑切全被監視器錄下來 最後敗給臉上的落塞虎 被警方一眼認出 半路攔截 戴人送辦 記者韓志欣台中報導 記者韓志欣台中報導